哈喽,大家下午好,我是顾外修缠 咱们这个视频呢,终点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证券 那么呢,有朋友关心,在节前能不能布局一点证券的方向的股票 我觉得呢,是可以考虑的 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商政指数 商政指数的话呢,咱们在昨天晚上给大家的一个推演 就是呢,观察能不能向上突破3544 如果说能突破的话呢,对应的是从3446.55这个点位以来的 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的向上离开段 那么今天呢,事实上它走的就是向上的离开段的走法 因为呢,如果说不能突破这个位置呢 它进行的是中枢的延伸,不排除呢,再一次往下走离开段 那么今天既然说突破这个位置了 那么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持股还是持币的 但是给它讲呢,突破,那么呢,是可以考虑持股过节的 如果说始终不能突破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呢,可以逢高时常的降一降仓位 而且呢,今天我们再来看接着到现在是2.50接近收盘 接近收盘的时间呢,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位置的离开段,目前位置还没有走完 而且的话呢,和前面的进入段相比较来讲是没有被持的 没有被持的话呢,那么一方面,它是有机会给出 后面呢,会给出这样的一个5分钟的300的机会点 给出300的机会点强,那么研化为趋势上 弱,那么对应的话呢,它也会出现一个震荡的一个走法 所以说呢,当前指数的风险是偏小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证券 像从板块的一个角度来讲 今天的话呢,其实真正走强的是有势的方向 而有势的方向呢,今天上演的是一个小小的掌听潮 那么像天山旅业也好,生活股份,盛和资源 包括了像厦门物业 这些的话呢,都是咱们前面反复提及 反复在视频当中讲解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我们来看今天证券板块的表现是中规中矩 它并不能算是非常强势 但是呢,结合整个证券板块指数来讲 它当前的一个轮,当前的一个技术图形上面来讲 它是处在斜向下的这样的一个箱体下沿 在这样的箱体下沿的位置呢,注重反弹 那么距离上沿的位置呢,比较远 虽然对于证券板块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的一个视角 第一个呢,从中长的一个维度来讲 是可以逢跌,逢跌进行布局 那么从短的一个角度来讲 那么当前的话呢,它的属于超跌反弹 存在这样的一个极强的轮动的一个机会 好,那么这是证券板块本身 那么它背后的逻辑的话呢 一个是整体来讲,是存在基本面的支撑 再者的话呢,像全面注册制的预期 对于券商来讲,它也是一个利好 所以说呢,对于券商板块而言 从长线的一个,从中长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呢,逢低布局或者呢,去考虑 不管是截前还是截后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那么截前的话呢 对于证券板块个股,我们来看 今天证券个股的一个表现 个股的一个表现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表现比较强的 除了呢 好,表现比较强的 除了像采通证券,今天涨停 其他的话呢,像东方和招商 那么今天重点 解读一下东方财富和招商证券 那么东方财富呢 它作为前面整个证券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低位 龙头低位的话呢 那么对于整个证券方向来讲 这一支个股呢,具有一定的人气效应 人气效应的话呢 那么其实能不能布局 取决于你的思路 如果说从长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像招商证券呢 可能更有价格优势一些 但是呢,从交易本身来讲 可以呢,把下方的144平均线 作为支损位的一个参考 22块1贸易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你把支损位是在22元的位置 我觉得是可以去 用技术的角度去应对 持续走强很好 如果说呢 后面破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再度破了 那么它可能是由墙转入 而且今天是属于方量的这样的反弹 那么像东方财富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龙头的一个光环 本身呢,有业底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另外呢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其实它是属于前面 大的中速平台 向上离开段 再勾住新的中速平台 再向上离开段 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它对应的依然是属于大的中速平台上方 构建小的这样的中速平台 那么它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可以参照前低 例如说呢 在这一天的最低点是33块7 那么呢 可以用这作为一个防守位 其实呢 做任何交易 能不能做 跟它未来能不能赚 这是两码事 就说呢 存在这个预期 它如果说发生了 涨了 那么对应的是明显的互利 但是你能不能把利润更大化的抓住 并且呢 在它真正触碰更大的风险之前 能够离场 这是取决于个人的应对和水平了 但是呢 当它出现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能不能把风险很好的控制住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说呢 咱们其实说从 案例 从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视角 直接给它做了一个分享 分享了一个是 我知识会应该怎么去看 然而它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 先从整个百块指数 然后呢 再聚集到个股 个股本身的结合技术图形 再 参照一定的交易计划和纪律层面的东西 计划呢 并不是说我在什么价格买 什么价格卖 这叫计划 这是不现实的 所谓的计划呢 是一个防守位的问题 就是在什么位置 一定是要防守的控制风险 第二个呢 计划当中要包含一定的仓位的管理 仓位的话呢 那么当前指数而言 它是短时间之内 那么它是属于风险 进一步的降低 人气有所回升 那么仓位的话呢 整体而言 只要说呢 自己的仓位不是特别重 我觉得那是可以 有这方面的考虑 也未尝不可 好 这是东方财富 那么呢 如果说后面的一个走法应对 它要是持有走强 给了新高 那么呢 它就属于 有可能带动整个 证券版块走强 如果呢 后面在新高的位置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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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上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是属于 持续调整过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反 超低反弹 那么呢 反弹的话呢 下方144天 作为一个原则线 那么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一个走法 一个呢 从强势和弱势的一个角度 来进行对应 弱势的话呢 是属于反弹 转化不破新高 是新的二脉 那么呢 如果再进回落的话呢 观察这样的下方 这样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如果使用围绕着 这样的一个平台运动 它可以作为 中枢的一个延伸 而后呢 期待再上上走离开段 如果这样走的离开段呢 是可以 比你前面的这样的剧情的 或许没有它这么有力度 但是呢 它是有离开段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如果走弱的 一种走法是什么呢 好 在这样的一个反弹 没有新高回落 再反弹又没有前面高点 回落下来 勾住一个盘整下跌 盘整下跌过之后呢 到时候考察的是 有没有三脉的一个走法 有三脉的话呢 是属于开启新的下跌方式 好 这是招商证券 从技术角度来应对 所以当前 短键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轮动的预期 中长的一个角度呢 咱们刚才讲到 一个是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在2020年 它的一个佣金收入 整体来讲 要比2019年 高出一千多亿 同时的话呢 全面注册次 这是它的一个 中长的一个预期 好 这是咱们今天 给它分享的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所启发 具体交易与否的话呢 只做一个视角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再见 再见